妹子 妈 妈 妈 你 你怎么那么傻呢 现在 连个尸体都捞不着了 妈 妈也真是想不通 她这是何必吗 何必这样呢 不许拿 不拿就不拿 妈生前说了 这里面的东西 是留给小军的 小军 来 这是外婆留给你的 海蛋 我这是随便说说 谁让她去跳海了呀 再说了 我那个谁给小军安排出路 又不是把她给卖了 妈紧张什么呀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就说清楚 我替小军 找了一个地方做事情 有吃有喝的 这样妈的日子 就能过得轻松点 可是妈就是死脑筋 不让小军去做事 宁愿自己去死 我就想不通了 去做事有什么不好啊 当初大姑不也是被卖去做事的吗 凭什么小军就不行啊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我跟你商量什么呀 你只会当乙父没事呀 反正 反正我定金都收了 人家明天就来接小军 妈就是冲动 疼孙子都疼得失去理智了 小军明天就可以去过好日子了 我们也就不用再挨饿了 我不要跟姐姐分开 我不要走 我要跟小姐在一起 我不要走 你们不要在那里跪降了 叫你去做事 又不是要你的命 舅妈 求求你了 你不要把我送走 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什么都听你的 求求你不要把我送走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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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求求求你了 求你不要把我送走 我求求你了 不要把我送走 求求你了 我爸爸死了 外婆也死了 外婆也死了 原始姐姐再离开 我该怎么办 好 好 好 小军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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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 封月月胡老板的钱 都已经给了 她明天就来接人 她要是没有人接 她会怎么对付我们呀 再说了 没准定金要还回去 没准还要赔钱呢 到时候 可真的只有全家人 一块去跳海了 你把小军败到封月月去 你 你 你这个女人 怎么没有天良啊 我 只是去当丫头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看这丫头瘦小的样子 还能指她挣大钱呀 你别在那儿大惊小怪的 这胡老板 我们谁都得罪不起 说了要给她人 就一定要给 要不然 明天她手下来了 你自己跟她说去 小军 你听妈妈说 你是姐姐 所以 你一定要坚强 好好照顾小姐 好不好 外婆为我们赔上了性命 可是舅妈还要把我卖掉 明天我就要被带走了 妈妈 妈妈 我该怎么办 姐姐 你不要走 不要走 小吉 别哭了 与其要被拆散 我宁愿离开这里 我们一起走吧 可是我们可以去哪里呀 妈妈死了 外婆也死了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我们还有爸爸呀 我们可以想办法 去厦门找爸爸 爸爸一定在等我们 我们要去厦门吗 对呀 我们有爸爸的照片 我们只要去厦门 就一定可以找到爸爸的 好 我们去找爸爸 爸爸看到我们 一定会很高兴 我们就有家了 嗯 嗯 快出来 走这边 姐姐 嗯 走之前我一定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姐姐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嗯 来 你还把这个拿回来了 这是阿发船长给我的 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能和他十三 好了 等下会有人 咱们快跑吧 嗯 姐姐 等等我 快跑 别让救妈妈发现了 嗯 快 快跑 快跑 老婆 好 姐姐 你们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怎么了 小姐 姐姐 喂 喂 别哭了 你做噩梦了 姐姐在这儿呢 姐姐在这儿呢 姐姐 外婆死了 我梦见她在海里说好冷 外婆不会冷 嗯 她和妈妈 都娶了天上 嗯 她们是好人 她们在天上 会过得很快乐 嗯 嗯 我好想念外婆 就像想念妈妈一样 哎 不如我们来给外婆做一个坟吧 做坟 嗯 对呀 你看 我们昨天就睡在这里 嗯 这棵树呢 就像外婆一样守护着我们 所以我们来给外婆做一个坟 然后来拜外婆 然后来拜外婆 我去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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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我感到她的坟 我去决定了 怎么办 就算了 我去决定了 我去决定了 那天 对我去决定了 我去决定了 我去决定了 你才能做到 我去决定了 我去决定了 外婆 谢谢你帮我 谢谢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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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住一晚上就可以了 求求你了 姐姐 你的衣服给人家了 你没衣服穿怎么办 没关系 我不冷 姐姐 我们还要走多少天才能找到爸爸呀 放心 我们只要一直走就一定可以找到爸爸的 你看 妈妈不是说 他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一直陪着我们吗 我想 妈妈也一定会在天上 替我们指出 找到爸爸的路哦 嗯 妈妈晚安 外婆晚安 姐姐晚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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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贝大爷 你们找谁啊 我们是胡老板 让我们来接人的 那两个孩子 是不是从安平来的 你们怎么知道 他们是安平来的呢 孩子的妈妈呢 我那个可怜的大姑 她已经去世了 把两个孩子留给了我 我对他们也像 亲生骨肉一样的 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了 养不起啊 行了 行了 那两个孩子究竟在哪儿 两 两个 不是只要女孩吗 男孩也要啊 那 那不行 那得给我们加钱 你们两个进去找人 神哥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你们干什么呀 心珠 快起来 这 这什么人哪这是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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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们 勇哥 我去找玩这小子 这小子他们一边 也不像少爷 哪儿他们来的野种 这是我儿子 我说呢 长得他们一个德行 行了 别装了 那两孩子究竟在哪儿 你 你先说 那两个孩子给多少钱 这儿有三十块大羊 你觉着够吗 够 够 那 那大哥 你跟我来吧 这边请 大哥 里边请 人 人呢 人 人不见了 上哪儿去了 妈的 什么 人不见了 妈 我的八英盒不见了 被偷了 肯定是小劫偷的 跑了 你们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这 你是昨天晚上逃走的 孩子还这么小 他们能跑到哪儿去呢 快 回去通知少奶奶 就说那两个孩子 已经跑了 是 什么少奶奶呀 哼 你们真是没福气 政绩洋行 在找少爷和小姐 如果找到的话 别说三十块大羊 就是三百块也不成问题 可是现在孩子跑了 你们一毛钱也别想得到 三百大羊 孩子一定没跑远 走 追 嗯 你不许走 我不会让他们那么久 该我的好处不能少啊 你他妈做梦去吧 走 走 信住 信住三百大羊啊 你想想办法吧好吗 小军小姐果然是 杨恒的小姐少爷 你说我 我怎么就没好好地 照顾他们呢 我的三百大羊 三百大羊怎么办 怎么办 玩具嘞 玩具嘞 来 卖玩具 小弟弟 你想不想买玩具呀 喜欢的话叫你爸爸来买 很好玩的 不用了 走吧 不用了 谢谢你啊 好好 走吧 来 卖玩具 姐姐 爸爸会不会跟阿发船长一样 给我们买好多好的玩具呀 一定会的呀 外婆说了 爸爸家是有钱人哦 真的 那我们就是有钱人了 我们可以吃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对不对 对 您的面啊 好啊 哈哈 哎呦 热乎的包子 老财 那 我去 跟那两个孩子 哦 这是我们老板给你们的 拿去别的地方吃吧 别妨碍做生意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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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乞丐 不能白白拿你的东西 哎呀 你就拿着吧 我们很忙的 别带我们做生意 好不好 姐姐 我肚子好饿 可不可以吃个包子 给 老板 我的汤快点上啊 马上啊 老板 这桌子还没清呢 马上来 这么说 我们还是不是 老板 但你们有个孩子 帮我把孩子 穿着 我也想不要 养些 咱俩 tay 让他们 老板 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去厦门找我爸爸 去厦门 那很远啊 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去的 嗯 我知道 嗯 我们可以去港口 坐船可以去厦门 老板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去港口该怎么走啊 嗯 别这么傻了 你们两个小孩子 怎么能去得了厦门呢 真是胡闹 你们家大人呢 你们住哪儿啊 如果没有人可以照顾你们 你们最好是去警察局 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或者去孤儿院 他们也会收容你们的 我们不要去孤儿院 我们不是孤儿 嗯 那你们怎么说去找爸爸呢 因为我妈妈死了 家里只有舅舅和舅妈 我就说呢 原来啊 你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听话 快回家吧 两个小孩子在外面 会有危险的 回家去吧 我叫你亲自去澎湖接孩子 现在怎么样 孩子跑了吗 如果他们全家忽然找上门来的话 那怎么办呢 叶经理 谁知道有这么巧的事啊 这两个孩子刚走 我们后脚就到了 我们问出来了 这两个孩子 已经坐船去安平了 他们好像不知道 澎湖有直接到厦门的船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会找上门来啊 你呀 你呀 你就会找借口 找借口 我 好 你跟老爷说 我在厦门店面的合约 已经弄好了 我今天就回去 嗯 好 拜拜 我找了个借口 要在厦门等那两个孩子 谁知道那两个孩子又跑了 不知道是不是会找到这里来 万一真的如此 郑家有了厚思 那美方和如瓶母女俩 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当初因为郑世贤离家出走 郑老爷和夫人都病倒 郑纪没人管 让人有机可趁 差一点整个郑家都败光了 多亏了美方的爸爸出钱出力 才把郑家给稳住 美方嫁给世贤 整个罗家都当了赔价 可是世贤却这样对待美方 我如果眼睁睁看着郑家 整个落入高书画儿子的手里 那我就对不起罗老爷的栽费 那我就对不起罗老爷的栽费 美方 我们不但是青梅竹马 我也远远比世贤更爱你一百倍 一千倍 虽然我配不上你 但是只要能守护着你 我就心满一足了 我不会就这样让你失去一切 我一定会替你 争取你应有的公道 姐姐 听人家说厦门很远 我们就这样走 要走很久很久的 嗯 阿发船长说过 要坐船才能到厦门 所以我们要去港口坐船 嗯 下了船就到了 嗯 姐姐 好冷啊 走 嗯 好冷啊 姐姐 我们在这里真的没有事吗 我们休息一下就好了 姐姐 我们能找到爸爸吗 啊 一定能找到 你放心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会找到爸爸的 我 告诉他 妈妈很想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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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我送货群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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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按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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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g 就是 Cape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你快点说吧 我都快没耐心了 那你一定要冷静地听我说完 我这次去厦门 不单单是为了处理合同的事 我派过去的人已经 打听到高叔化母子的下落了 什么 你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你快说 他们在哪儿 你冷静点 你冷静下来 我跟你说 好 好 我冷静 我冷静 你告诉我 他们怎么样 他们母子可好啊 他们很平安 你就放心吧 但是 世贤啊 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告诉美方 要不然 他又会担心 你去澎湖找高叔化母子了 自从他上次瞒着我澎湖的事情 我就知道 美方绝对不希望他们回来 他说的一切都是在骗我 世贤 你也别生气了 美方有他的难处 当年 他为了你受了伤 又不能生育 只生了如瓶一个人 他当然担心郑家的家产 以后要分给高叔化他们母子 所以 他让我找到他们母子 用钱打发 让他们就别再回来了 世贤 你别生气了 对了 你千万不要告诉美方 要不然 老爷怪着下来 那我就惨了 我知道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说是你告诉我的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知道树华在什么地方 你赶紧告诉我 我好去找他们 高叔化母子 他们一直在澎湖的娘家 对了 这个呢 是地址 记住啊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世贤 你拿行李要去哪里啊 你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给我让开 你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好 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 我要去找树华 我受够了你这个虚伪的女人 我知道 你们都瞒着我 你们瞒着我 你们瞒着我树华的下落 还想要把他们赶走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树华为了我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绝对 不会让你们再去欺负她 我 我现在就要去找她 我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世贤 世贤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呀 难道你已经知道高叔华他们母子的下落了 是谁告诉你的 你以为你什么都可以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只手遮天 我告诉你 只是包不住我的 你休想 拆散我和树华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高叔华他 我老实告诉你吧 高叔华他已经死了 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高叔华他真的死了 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 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 你可以去问 我谁也不想问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联合在一起骗我 你以为你告诉我树华死了 我就会死心 就会乖乖地待在你身边吗 我告诉你 如果树华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 世贤 你说什么傻话呀 你不能死 你这是要干吗 父母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说这样的话 好了老爷 别 爸 我是你的儿子 可我也是那两个孩子的父亲 当初是你硬要把我们拆散开 现在你怪我不进孝道 这都是你自找的呀 世贤 世贤 说什么你 好了老爷 你心里就只有高树华一个人 有没有你娘 有没有我这个爹 有没有亲子儿女 好了老爷 你好好说嘛你 我跟这个畜生还有什么话说 你跪什么 你没事跪什么 起来 你就把他们母子给接回来 不就得了 何必跟你爹闹成这个样子呢 妈 我知道 你们只想要两个孩子 不会接受舒华 可我做不到 你们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你们知道我心里的滋味吗 我只要一想到舒华 我心里就有千万条虫在咬 我知道 我不是个孝顺的孩子 我宁可 跟舒华他们聚过清贫的日子 也不愿看到他们流离失所 你们就当 就当白养我这个儿子吧 世贤 你想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跟我回来 世贤 你不要走啊 世贤 世贤 老爷 世贤 爸爸 爸爸你要去哪里 带我去好不好 世贤 你有别的孩子 那如瓶呢 你忍心让如瓶没有爸爸吗 我告诉你高叔花他已经死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也欠瞒你 就是怕发生今天这种事 我怕你不要这个家 我怕你不要如瓶了 爸爸最爱我 我也最爱爸爸 爸爸才不会不要我呢 爸爸 妈妈乱说话要打屁股的 如瓶 你在这里 会有好日子过 爸爸会回来看你的 你还是要走 难道 高叔花母子就比如瓶重要吗 我对不起他们 也对不起你们 但是 他们更需要我 爸爸 爸爸 如瓶 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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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偷货啊 我们没有偷你的货 我们只是来休息一下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 快走 快点 吓死我了 这里是哪里啊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我们去前头看看吧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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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没东西给你们 快滚 我们不是乞丐 我们只是想问路 叫你们走开没听到是吧 叫你们走开就是不听 凌晨落汤鸡了吧 老师 你在干什么 爸 这两个孩子来在门口不走 挨着我做事啊 那你也不能把脏水泼到 人家两个孩子身上啊 没长眼睛啊 做事粗心达意 来来来 进去换套衣服啊 快快快 你 你们的衣服洗好了 很快就能晾干 先吃点东西吧 妈妈说 我们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你们真有礼貌 我弟弟把你们的衣服弄湿了 这就算是我们的赔罪 但是他们也不必 不要让扑 tes 店船 店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能告诉姐姐你们从哪儿来 为什么身边没有大人呢 我妈妈和外婆都死了之后 舅妈要把我们卖掉 可是我答应过妈妈 要好好照顾小杰 不能丢下她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逃出来了 真的吗 那你们不就是逃家了 不要送我们回警察局 我们不要回去 我们要去厦门找爸爸 找爸爸 你们两个这么小 怎么能在路上流浪呢 身无分文 连大人都去不了厦门 这不行 我得想办法通知你们家人 你们别跑啊 小杨哪儿去啊 爸 是不是他们偷东西被你抓住了 你别胡说 请你不要送我回舅舅家 我会被卖掉的 请你不要告诉我舅舅 求求你了 我们不要回去 我们回去 姐姐会被卖掉的 没有 这还真有点麻烦 我就说 赶走他们就没事了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他们还这么小 怎么能在外面流浪呢 又不关我们的事 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看哪 你们两个先住在我这儿 回头 我替你们想想办法 快点 客人等得不耐烦了 你多么帮忙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我只不得招呼客人 姐姐 我也会做菜 我可以帮你啊 我也帮你 好 谢谢你们 嗯 姐姐给 谢谢你 哇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菜了 那就多吃一点 来 嗯 爸 来客人了 哦 您好 您好 您是住店呢还是用餐呢 给我一个房间 再送一份晚餐进去 好的 阿张啊 带客人去房间 嗯 请 哎 好 爸 阿丽啊 你去弄一顿晚餐来 刚住进来的客人要的 好的 哦 爸 我把小杰和小军都安顿好了 嗯 我看小军和小杰都很喜欢你 你顺便帮我问一句 看看他舅舅住在哪里 回头让阿张通知他们 把孩子接回去 可是 我觉得他们真的不想回舅舅家 万一小军真的被卖掉 那怎么办呢 哎 那是人家的家务事 说不定啊 这两个孩子是想逃家 不服他舅舅和舅妈的管教 才这么说的 我觉得小军不像是在说谎 可不管怎样 我们都应该联络他的家人 问清楚情况 说什么 也不能让两个孩子在外面流浪了 嗯 我会想办法问出他们舅舅住哪里的 好软哪 好舒服 来玩枕头站 我开始了哦 姐姐 再往这往开 小心点 小金 小杰 阿丽姐姐 对不起 我们太吵了 已经很晚了 要小声一点哦 嗯 来 这是给你的衣服 谢谢阿丽姐姐 谢谢 嗯 你们家里就只有舅舅和舅妈吗 还有表哥阿旺 他好坏啊 敲我们东西 还打我们 真的吗 那你们舅舅和舅妈没有管他吗 外婆在的时候还会保护我们 可是 外婆为了 不让我被卖掉 就 就自己跳海死了 连尸体都捞不到 真是可怜的孩子 我们帮外婆做了一个坟墓 就在 我们舅舅家外面的那条路上 嗯 等我们找到爸爸之后 一定要带他来拜外婆 然后告诉外婆 我们找到爸爸了 这样外婆在天上 也会很高兴的 嗯 爸 早餐我做好了 你去吃吧 我来看店 你辛苦了 安丽姐 我让你问小君小结家 你问到了没有 哦 问出来了 我写在纸上 他们还说 他舅舅叫高兴柱 可是 真的要通知他们的家人吗 我觉得好像不太好 总要和他们家人联系的 我们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留下两个孩子 这样会出事的 嗯 张哥 你过来 什么事啊 你去这个地方 找一个叫高兴柱的人 就跟他说 他们家的孩子在我这儿 让他们过来见 啊 要我跑那么远啊 让你去 你就去嘛 为了两个陌生人 我就要东奔西跑的 店里已经很忙了 反正你整天 蹲在门口也没事干 你才闲着没事呢 你才没事干呢 我这都忙死了 你还不快去啊 你说去就去啊 哼 我爱去不去 小结 要洗干净一点哦 问老板收留我们 我们不能白吃白住 一定要好好做事 报答人家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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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吗 您是 你好 请问高淑华是不是住在这里啊 你找我姐啊 有事吗 她是你姐 那 那她就住在这里了 还有小军小杰也在这里了 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 我是她先生 我是来找她的 你是郑少爷吧 对对对 哎呀 真不巧 姐姐跟孩子啊 前两天搬出去了 啊 这个 你也看见了 我们家里太穷 根本养不起三个人 他们到外边找工作谋生去吧 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这 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呗 不是回安平 就应该去了厦门吧 姐姐也没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 去厦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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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皇 你带着孩子去了哪里 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书皇 你带着孩子去了哪里 我对不起你 如凭还是什么都不吃 哭着喊着要找爸爸 老爷 听台下交的人说 还是找不到少爷 澎湖就这么点大 连个人都找不到 我倒不觉得奇怪 那澎湖周围太多小岛了 少爷也许 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才找不到他 他出门的时候 两手空空的 也没带什么钱 能跑哪儿去啊 叫他们继续走 是 爸 韦文还要顾着洋行的生意 不能只顾着找世贤 要不 还是让李勇他们 去办这件事吧 老爷 李勇这个人办事不太牢靠 我会盯着他一点的 坐吧 世贤哪 身意上从来没用过心也就算了 还专捅娄子 看你生的好儿子 我看世贤这回是铁了心了 不把高树华一起接过来 他是不会让步的 不如 不如 不如什么呀 不如 不如 就让高树华一起回郑家吧 美方啊 其实男人嘛 就算高树华一起被接回郑家 你的名分也不会动摇的 你住口吧 你让那个女人就这么进家 你对得起美方吗 人家罗老爷当初把美方许给世贤的时候 就说过 不能让世贤三妻四妾 我们也答应了 你现在这么做 你对得起罗老爷吗 以后不许再提这事了 我们家还有世贤都对不起美方 你有这个念头就是忘恩负义 美方 放心 不会有这事的 爸 先别说这些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找到世贤 其他的以后再说吧 下属 也可aye 要不许 美方 辛苦你们 事贤 就这样跑出去了 真是太伤人了 难道他忘了 如瓶是他的女儿 你是他太太吗 卫文 麻烦你叫人 尽快找到世贤 他身上没带多少钱 我把他花光了 为了面子在外面受苦 不肯回来 美方 世贤这么对你 你还对他这么好 再怎么说 他也是如瓶的爸爸 是我的丈夫 可你刚才也听见 老夫人说的话了 他现在满脑子 就是郑家的香火 这万一 这万一 他把高淑华的儿子 小杰接回来 那老夫人的心 不就偏向小杰了吗 到时候 你和如瓶怎么办 先别说那两个孩子的事了 先把世贤找回来 其他等到以后再说吧 放心吧 我会尽快把他找回来的 谢谢你啊 维温 我走了 你们整个政界 都忘了罗家的恩惠 这样对待美方 真是忘恩负义 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对美方的 吃吃吃吃 你很好喝 多喝一杯 过来 过来 喝喝喝喝 您的菜 糟糕 我睡过头了 老板早 爸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生意这么好 还好用小杰和小军帮忙 不然我还真忙不过来呢 阿丽姐姐客人要走了 阿丽啊 你忙你的 让我去结账 先生 老板我要走了 你要结账吗 结账 您给二十块吧 好 给你 好好 我的衣服 先生 真的对不起啊 您看您没有受伤吧 是没受伤 可是我的衣服 我要赶着去谈生意 这可怎么成啊 这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呀 这 我会缝补 让我看看 这丝绸料子好细啊 是啊 这是上等的丝绸 一般人是补不成的 对了 我姐姐会补衣服 是吗 嗯 姐姐姐姐 什么事 客人的衣服破了 这个我可以补 小妹妹 你别开玩笑了 一般人是补不来的 这可不是你在玩 过家家呀 只要有颜色一样 细一点的线 我就可以用绣补法来补了 绣补法 你会吗 虽然不像妈妈那么厉害 可是 这种程度的破损 我还是做得来的 好吧 好 反正我现在这件衣服啊 也不能穿了 那就给你试试吧 因为我会给你 俩最不 fly的 我可以说 你还会给你 我可以帮你 用我手 你会帮你 给你 帮你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一般人 我可以帮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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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想不到小君又会做菜又会做家事 手部功夫还这么好 真厉害 温老板 我们已经打扰您一整天了 我也不想再麻烦您了 我们想明天就继续出发 这可使不得呀 你们不能马上就走 为什么呀 其实也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阿张这两天上朋友家去了 我跟阿丽我们父女俩呢 也有些忙不过来 你们俩帮忙 就帮到阿张回来吧 我会复工借给你们 你们也多赚一点 好买船票去厦门呢 这样好不好 还是暂时留下来吧 那好吧 那我们就在这里再待几天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不用了 不用了 好了 忙吧 好 姐姐 老板人真好 这一定是妈妈 在天上保佑我们 让我们遇到老板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帮忙 一定要认真做事 才能报答老板哦 妈妈 谢谢你 让我们遇到好人 谢谢你 妈妈 外婆 你们放心吧 我和小杰运气很好 一定很快 就能找到爸爸的 小金 这是你要的针线盒 谢谢姐姐 你要绣什么 外婆 我帮你绣一条漂亮的头巾 好不好啊 嗯 澎湖的风好大 我帮你绣一条漂亮的头巾 你出门把头包上 这样就不会被风吹得头疼了 好啊 别人的头巾啊 都没有花样 你呀 帮外婆绣条 漂亮漂亮亮的 外婆每天可以带着呢 嗯 好 我绣好了之后再送给您 没绣好之前 可不许偷看哦 嗯 好啊 这是我答应要绣给我外婆的头巾 姐姐 姐姐 这个花是我妈妈画的 这是澎湖的天人菊 这是我妈妈 这是我 这是小杰 代表我们三个人 又永远陪着外婆 可是 妈妈和外婆都走了 虽然外婆不在了 但是我答应她的事情 还是要做的 所以 无论如何 我都会把它绣好 你尽管用我的针线吧 小军 小杰 你们俩真是好孩子 我 所以我们 我们要努力做事才可以 爸 我一大早去市场时 他们就起来了 比我还早起呢 你们两个这么累 不要紧吧 不会的 我们不累 以前在舅舅家 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呢 而且还要住在牛棚里 不像这边 有房间 有棉被 这里已经太舒服了 住在牛棚里 是啊 爸 他们还说 早晚两餐都吃不饱 你叫阿张 去通知他们的舅舅 真的妥当吗 来 阿王 多吃点啊 伤还疼吗 不疼 小君和小杰的舅舅舅的舅舅舅 老九 alar 这两个孩子现在呢 在我们那边 孩子在外面流浪很危险 你们快去把他们接回来吧 你说什么 那两个孩子在你们那儿 嗯 是的 哎呀 太好了 你不知道我们找他们 找得多辛苦 谢谢你啊 小哥 三百大洋 三百大洋 你高兴个什么劲儿 来带人的人都走了 就算你把小君小姐找回来 这 你找不着郑家的人呢 我说 你脑子里面装的是石头啊 我们随便去台下交打听打听 不就有消息了吗 再说了 这两个孩子 是送上门的财神爷 这回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让他们再走了 大姐要是能再多活几天就好了 他就是命波 没这个命享福啊 从这儿到安平 做传旧的一整天 真没想到 这两个小孩能跑那么远 一想到这儿 我就很难过呀 他们的妈妈身体不好 他们来投奔我 看见他们母子三个 我真是心疼啊 哪儿来的醉鬼 大白厅喝成这样 这位先生 没事吧 起来 来 我没转 我没转 亲住 快点别耽误了上船 让我醉死吧 我醉死也活该 快点别耽误时间 走走走 走吧 是我 小军 你们在哪儿 真好玩 床单呐 又用力打才能洗干净 哦 知道了 洗衣服 好了 洗衣服呢 爸 老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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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阿丽啊 爸 什么事 跟我来一下 哦 姐姐 给我玩一下 给你们 有力打 阿丽啊 我想了一整天了 你们又要去洗衣服 你说得对 这个舅妈 可能真是坏人 不过呢 阿张已经出发了 从时间上看 她应该是找到人了 或许郑瓦会赶呢 那 那怎么办呢 联系他们家人 还是必要的 等弄清楚了情况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通知警察局 说有人私下卖孩子 嗯 我们呢 也不能长久地 抚养这两个孩子 回头我找一家孤儿院 好好安顿他们 怎么能把他们送孤儿院 其实有些教会办的 孤儿院 是很有爱心的 会好好照顾他们 还会教他们读书 识字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 找到好的孤儿院之后 再把他们送去 可是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 小军和小杰 我们可以把他们留下来啊 他们有乖巧 小军又有手艺 我相信 他们不但 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而且能给我们帮很多忙呢 阿丽啊 别说傻话了 这是两个孩子 不是小猫小狗 哪能说留下就留下呢 弄得不好 反而被人家说成 我们是诱拐孩童啊 其实呢 我也是为他们好 你可记得 千万别让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了 再逃走的话 流落在外 更危险呢 温老板 送于祸啦 送于祸的人来了 我出去看一下 可怜的孩子 鱼来了 阿发船长 你这儿又是丰收了吧 这冬天哪 风浪大 这鱼也大 你看 是啊 你不但鱼好 价钱公道 关键是人好啊 谢谢你把鱼给我送来 不过 麻烦你帮我搬进去 没问题 对了 你家阿张呢 他有事出去两天 过两天就回来了 来 帮我拉拉屏 好 就放这儿好了 好嘞 辛苦了辛苦了啊 你家一小孩啊 好 家里来亲戚 在这儿住两天 来来来 你跟我来一下 我给你算钱 好嘞 阿发呀 我来把钱给你啊 不急 你数一下 不用数了 那吃顿饭得走吧 不用了我还有事 那我先告辞了 好麻烦了啊 大 我把高先生带来了 老板 请说我们的外甥 在您这儿吧 别急 我们到这边来吧 好 来 这边 坐吧 啊 啊 我想请教你们两位 你们的外甥外甥女 离家这么多天 你们去找过他们吗 哎呀大老板你有所不知啊 自从他们走了以后 我们急得跟什么似的 还好你儿子来通知我们 要不我们会被急死的 这两个孩子面黄鸡兽 你们有没有好好照顾他们 当然有了 我对他们 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 可宠着呢 哎可是我们是贫农 是穷人 自己都养不活 没有办法让他们吃饱啊 我这也是万般无奈啊 哎对对是吧 没错没错 嗯 来 客人请用茶 好 啊 小君 小君 怎么跑这儿来了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 小杰呢 你跟舅妈说小杰呢 小杰在哪儿啊 阿丽姐姐 别让她把我们带走 她要把姐姐卖掉 告诉我 小杰 没有 我那时候一句气话 没想到 这两个孩子还当真了 高太太 这两个孩子聪明伶俐 又单纯善良 他们应该是不会说谎的 至于有没有卖孩子的事 我想一定要弄清楚 哎 当然没有了 我 哎呀 心中你说句话呀 这个 你们家境不好 抚养这两个孩子一定很辛苦 我叫我儿子去通知你们 就是想告诉你们 这两个孩子在我这里很平安 而且他们也很勤快 我看不如这样吧 就让他们在我这里继续做事 你们可以随时来看望他们 怎么样 这 这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吧 这两个孩子 我是一定要带回去的 阿祝是孩子的舅舅 你没听过母舅如父吗 那就跟爸爸一样 他都没同意把孩子留下 你怎么能扣留我们的孩子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问问这两个孩子 愿不愿意跟你们走 我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回去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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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么小哪懂事啊 心重 你说话呀 小军小姐 你们听舅舅说 舅妈 不会再对你们坏了 她 她知道错了 是 以前是舅妈不好 为了管教你们 我说的话是重了点 以后舅妈不会了 你们俩听话 跟舅妈回去 我听小军和小杰说 你不给他们饭吃 要他们住牛棚 还抢走她妈妈的遗物 这能算是管教吗 你们一定要带走 这两个孩子的话 我看 其中必定有鬼 你 你为什么把孩子还我 你才在拐卖孩子呢 门儿都没有 小军 小心 小军 小心 小军 小心 我给我回来 滚出去 快 给我滚出去 快滚 滚 快滚 滚 滚啊 快滚 快滚 滚出去 快滚出去 快滚出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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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怕 不怕 舅舅舅妈已经走了 我们不要回舅舅家 放心吧 我不会把你们交给他们的 他们要再来的话 我一定赶走他们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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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起来 起来起来 好孩子 好孩子啊 好好好 好好好 你还是要走 难道 高树黄母子就必如瓶重要吗 我对不起他们 也对不起你们 但是 他们更需要我 世西 在你的心里 我和如瓶真的就这么不重要 你对我们母女 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美方 美方 妈 来 我们坐下说吧 如瓶她还是哭着要找爸爸 刚才好不容易吃了点东西 真是可怜哪 妈 妈 如瓶饿了自然会吃的 您别太担心了 你就是这样 什么事都顾着家里面 你不想让我们为你操心 为你难过 我真是想不通 世贤 她怎么忍心丢下你这么好的太太呢 妈 妈 我相信世贤过两天就会回来的 你也别太烦恼了 世贤 她是我的儿子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了 其实她很固执 脾气 就跟她爸一样 以前 就为了高树华 两手空空离家两三年 她就是不回来 我真的很怕 我怕这回啊 如果真的让她找到了高树华 她就 她就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不 不会的 世贤还是狠疼儒品的 她不会忍心丢下儒品 不管的 但是高树华 她不但有女儿 还有个儿子呢 再怎么说 那个高树华 她都可能有本事留得住世贤啊 我说美方啊 男人嘛 其实 三心两意是难免的 同时有几个女人也不算什么 老爷 她不肯接受高树华 那是因为她不想伤你的心 因为我们郑家 真的欠罗家太多了 老爷 对我们恩重如山 老爷也就格外地尊重你 可如果你肯经受高树华 那老爷那边也会软化 这样啊 世贤就可以回来了啊 世贤就可以回来了 你 君师叔 您要我接受高树华 到郑家 你放心 每方你放心 在妈的心里面 你是郑家唯一的媳妇 那个高树华 她连个妾的名分都不会有 她进不了这个门的 但是 你如果要视线 把高树华接过来住在附近 那么 妈 这样对大家都好 一家团圆嘛 你说是不是啊 妈也不想这样为难你 可是如果 如果你肯让一步 那么 那么视线跟老爷 他们就不会闹成这个样子了 妈 想你保证好不好 你是世线唯一的老婆 那个高树华 她连个妾的名分都不会有 好吗 好吗 妈 北方 妈 妈求你 妈 妈求你呀 妈 妈求你 你别这样 我求你快起来 妈 你别这样 快起来 我求你快起来 妈 你不要为难我 让我好好想一想可以吗 北方 妈知道 妈知道你心里边很委屈 很痛苦 可这就是咱们女人的命啊 丈夫不爱自己 也值得认命 接受她爱的人 这样 一个家才有办法维持得下去 你好好想一想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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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错啊 好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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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给您淀点茶 谢谢 谢谢 这两个小杂种 在这儿享清福 却把我给害死 也找找这个 算了吧 人家不肯把孩子还给咱们的 他不还就由他吗 那个老头 肯定知道小君小杰的身世 要带他们去讨赏 那我们不就一抢空了吗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两孩子弄过去 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谢谢 这两个小杂种 在这儿享清福 却把我给害死 那个老头 肯定知道小君小杰的身世 要带他们去讨赏 那我们不就一抢空了吗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两个孩子弄回去 这儿 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嗯 小杰呢 哦 小杰已经睡着了 我的碗筷洗好了 嗯 已经很晚了 这些洗完你就回去睡吧 嗯 好 哎呀 别跑 快点 哎呀 来了 来了 舅舅 我求你放了我爸 小君 你不要害怕 我们不是真的要伤害你 你听舅舅说 你爸爸真的在找你们姐弟俩呢 我 我爸爸 嗯 对呀 刚才在那个老头那儿 我不好说 哎呀 你是不是跟那个老头说 你是政绩的孩子 嗯 那就对了嘛 那个老头不怀好意 他是要带你和小杰 去郑少爷那儿讨赏 你听舅舅舅妈的话 去把小杰叫出来 舅舅舅妈带你去找爸爸 好不好 好 哎呀 那 你现在就去把小杰带出来吧 还是晚一点吧 等温老板他们都睡着了 我再把小杰带出来 那行 那你千万别让温老板知道 嗯 那咱们走吧 走吧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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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杰 小军呢 姐姐他没有进来啊 哎呀 啊 阿丽 怎么了 小军不进了 啊 爸 你看 还是湿的 看来 小军刚刚被抓走 这样 你去叫阿张 我们一起去找人 好 姐姐 小军 小军 姐姐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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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你在哪儿啊小军 姐姐 小军 小军啊 小军 姐姐 哎呀 我真是太不小心了 怎么就没有地方他们 偷偷地抓走小军呢 他们会把姐姐卖掉 小姐别怕 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找回来 阿张啊 这样吧 你到那边去找 阿丽 小姐 走 我们到那边去 好 快 走 姐姐 小军 小军 姐姐 小军 小军 姐姐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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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小军 姐姐 姐姐 吓死了 舅妈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生的 嗯 这样吧 你先跟我回去 我先找地方躲起来 等他们找不到我 再回来之后 我就可以带小姐走了 嗯 还是你聪明啊 那我们就 先回你房间等 好吧 嗯 走吧 嗯 走 快进来吧 舅妈 呀 小军 你这房间可真不错呀 哎 还有只床 仙珠 你来看看 哎 真软乎 这城里的房子就是好 难怪你不远回家 这住这多舒服啊 嗯 哦 舅舅 舅妈 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下 嗯 我去给你们倒杯热茶 让你们在这里 好好休息休息 这旅馆里还有外国的点心 很好吃的 哟 还有外国点心呢 嗯 哎呀 我正好饿了 那你给我多拿点啊 好 这门怎么锁了 哎 小军 把门打开 哎 这小鬼 他居然敢骗我 把我锁里边了 小军 先助你来看看 这门怎么弄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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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哎呀 这该死小鬼 哎 怎么办呢我们 冲我 啊 行吗 小军 放我们出去 哎 哎 能打开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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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小鬼 来 来 来给 哎 小心啊 哎 把我锁屋里 先助 来我一把 哎 好 姐姐 哎 姐姐 小军 姐姐 小军 姐姐 你跑哪儿去了 感谢死我了 我 我被舅妈抓起来了 她还想让我 把小杰骗出来 反而被我骗去关起来了 我才逃出来的 那好 我们赶紧过去 快 走 好 新主他们在那儿 快 他们在这儿 把孩子换我 好啊 果然是你们两个 偷偷把孩子带走的 你 这是我们家的孩子 为什么不能带走 快走啊你 你把孩子换我 小姐 别让他们回去 哎 你愣着干什么刷孩子啊 哎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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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回去吧 快点 听舅舅的话 小姐 小姐 住手 干什么了 小姐 小姐过来 你谁啊 阿芳 这两个就是孩子的 舅舅和舅妈 就是他们想把孩子 带走卖掉 你才要把孩子卖掉呢 这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为什么不能带走啊 走 跟舅妈回家 你给我滚 你 这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为什么不能带走啊 你滚不滚 哎 苏萱 你别拉我 我们走吧 我们家的孩子 我迟早要把孩子 要回去呢 我的三百大羊 你这走啊 你别拉我啊 别吵啊 走吧 快去 小军小姐 你们去哪里了 我找你们很久了 好了 别哭了 没事了 妈妈呢 妈妈她 已经死了 现在还把孩子说場了 又把孩子说好 我在呜 就把孩子说的 他把孩子说了 你会说 也是 你会说 你你还想找我的孩子 你还想把孩子说 你解我的孩子 你还想知道 你还想让孩子 你还想找孩子 好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要早一点 去见舒华就好了 小娟 小婧 你们好可怜 你们的妈妈和外婆 都火生生地卑鄙死了 你们的舅舅和舅妈 实在是太可恶了 妈妈活着的时候告诉我们 其实舅舅和舅妈并不是坏人 他们只是太穷了 没办法养活我们 他们才会这样的 妈妈不希望我们怨恨任何人 所以我们不会怨恨舅舅和舅妈的 你们的妈妈多么的伟大 难怪她能培养出你们两个 这么乖巧的孩子 还好我打听出你们爸爸的下落了 那天你们离开安平的时候 我去找你们 可惜晚了一步 不然你们一家人 跟你们爸爸就团聚了 你知道我爸爸在哪里吗 你们爸爸也在找你们 这样吧 我带你们去厦门找他 如果找不到 我还可以照顾你们 太好了 我们要找到爸爸了 这一定是妈妈和外婆保佑我们的 小军小杰 你们爸爸是有钱人 你们回去以后 记得要来感谢我们 我说傻小子 别做梦了 厚脸皮还想讨赏啊 被打了吧 活该 已经很晚了 小军小杰 你们也一起去睡觉吧 阿发船长 你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才有精神 带他们两个去厦门找爸爸 谢谢你 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 太好了 我说阿丽啊 嗯 你带两个孩子回房休息吧 顺便 给阿发船长开一间房 嗯 好 小军小杰 走 我们睡觉去 阿发呀 哦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这两个孩子 其实啊 郑家人只要认小杰 不但不认小军 就连舒华他们也不愿意承认 唉 这郑家的人哪 真是薄情寡义 其实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我这次带着小军和小杰去厦门 就是要亲自问问郑少爷 他怎么舍得下小军和小杰 七年前 郑少爷被人抢拉走的时候 两岁的小军哭着喊着 就是不让他的爸爸走 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 也不舍得不要这样的女儿啊 这事确实应该问问清楚 唉 那天 我怕郑家的人拆散舒华母子 所以花了些时间去拦住他们 而晚了一天去通知她 谁知道这就是永别了 哎 哎 现在小军小杰固苦无依 我要用我的性命去保护他们 才对得起舒华的在天之礼 嗯 发发亚 哎 你路保重了 好 小军 小杰 祝你们早日一家团聚 等你们安顿好以后 记得要写信给我 嗯 我们会的 阿丽姐姐 你对我们很好 谢谢你 小军 这个送你 小军 这个送你 小军 这个送你